這次在你覺得比較不那麼拿手的爭先賽又拿到金牌感覺如何 很辛苦很辛苦因為我站到三站 因為我第一站的時候輸了之後後來到之後 第一站期的時候其實有點狀態不是很好 後來感覺就是反正就是很差 之後後來可是到之後我先生就跟我講說 你就剛剛跑的缺點是什麼之後他要再改進 你不要急著就是急著到時候硬要超他 你可以再放慢你的腳步 之後後來第二次的時候我就有比較放慢我的腳步 之後後來就剛好有超過所以我們就站第三站 啊第三站就是其實那時候也是蠻緊張的 可是我就跟志祺講說只剩下這一站了 要到終點了 後來我就使命的讓自己一直加速一直加速一直加速 後來到之後終點前有超過之後 喔 鬆了一口氣 所以想說喔這一面金牌很辛苦 可是其他的也很辛苦啊只是覺得 站三站就是這一站真的感觸還蠻良多的 對 那就是你剛剛說你跟張瑤真的是第一 而且是些微之差非常小 那你看一下張瑤這個算是比較年輕的車手 嗯我覺得他以後他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所以就是剛剛我在實戰的時候就有他有一些缺點 我就有跟他說 所以就是國際賽的時候要注意這一些 那不然到最後我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對 那後來之後他有跟我講說不好意思 我說沒有關係 你只是我就說你未來的日子就是還很長 那後來我已經就是 就我已經這個年紀了啦 他還年輕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改進這些缺點 好 謝謝美玉 趕快去休息 謝謝 就是也是有進步 那差一點點就可以拿到第一個全運金牌 現在感想是 嗯就再努力一點吧 對 就是第三站算是比較可惜啊 那你覺得第三站 可是我就是盡全力啦 沒有什麼好遺憾的 對 那就是下次再來 加油就對了 再接再厲 謝謝 謝謝